好 这位消息 今天来看到玉璃派出所 两名警员执行取缔酒驾请勿的时候呢 发现一名女子骑着一台机车 没有依照规定佩戴口罩 并且骑机车的时候有点不稳 明显是有违反防治法的疑虑 加上见到警方是出现了神色紧张 远景上前来盘查她的身份 那么当场在她的胸前黑色包包就查获了安非他命 那么全案是依照违反毒品防治条例最嫌 移送花莲的地方检察署侦办 玉璃派出所两名警员执行取缔酒驾请勿的时候 发现一名女子骑着一台机车 没有依照规定佩戴口罩并且骑机车有点不稳 明显有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之余 加上见到警方出现神色紧张 远景上前蓝亭爬查身份 当场在胸前的黑色鞋尖包内 查获了安非他命六包 吸食器两组以及提拨管两只 全案依照涉嫌违反毒品防治条例最嫌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 预分局表示为了二级酒后驾车肇事 情势发生 预分局严格执行取缔酒驾来防治交通事故 加上近日疫情有升温情形 呼吁同仁在执行各勤务时 如果有遇到民众没有佩戴口罩 应该要蓝亭宣导 这次巡逻落实盘检进额查获毒品案 展现强力打击不法决心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